作者 旺宇 由丧子为您播讲 咱们接着讲《凡人修仙传》第1766集 似乎是为了印证民尊之言 下一刻呀 下方那些五色光镜 方一被黑色的光柱尽数破除干净的时候 血河附近不知何时浮现出一颗颗米粒那么大小的白色符纹 开始还极为稀疏 但转眼间就如雪花般从天而降 与此同时 一股法则之力一下笼罩整条血河 血河之中的马梁只觉得身躯一寒 四周的空气一下变得粘稠几分来 脸色一变 一掉体内的法力 却发现呢 竟有三成多的法力一下变得凝质不灵起来 而一旁的杨鹿更是不济 在那法则之力作用于身上的瞬间 只觉得身躯重于泰山 体内大半的法力都无法调动分毫 当即面线一丝惶恐之色 马梁深吸一口气狂笑几声说道 连我都能受到禁锢 果然是仙界密阵 你们倒是本事挺大 竟然能在下界布置出这等阵法来 可惜有些残缺不全呢 我要破去也不会太难 接着马梁骤然一张嘴 喷出一件翠绿玉滴的小伞 只是用手指冲虚空一点 哎 小伞顿时一声尖鸣 往血河上空一飞而去 一个模糊迎风一掌 化为李许大小 并缓缓地一打而开 碧绿聚伞中 一片绿蒙蒙的光幕一卷而下 把整条血河笼罩在其中 那股影响附近整片虚空的法则之力 一经过这绿色光幕的遮蔽之后 竟一下削弱了七八成之多 原本在血河中大受影响的阳路 当即只觉得身躯一松 体内八九成的法力 都一下恢复原先的灵动 至于马梁呢 更是似乎彻底摆脱了束缚 一声狂笑之后 就猛然抬足 往身下血龙一踩 龙吟之声大起 血河中所藏的八条五爪血龙 当即从血水中溢窜而出 体表一根根粗大的银湖 缭绕之下呀 均散发出大城等街的恐怖气息来 直奔圆月上明尊等人一扑而去 明尊目睹此景 毫不迟疑一声大喝 动手吧 他现在一面要抵挡先界禁止 一面还要催动血河对付我等 绝对无法坚持太久 我也会换出四大真灵 协助你等 说吧 明尊单手虚空一抓 手中突然多出一面紫红色的令牌 往身前一抛 就听到咔嚓一声晴空霹雳啊 另排一个晃动之后 画作一枚陡大的紫红色的符文 轰轰轰轰轰四声之后 血河四角处空间波动一起 四座黑隆隆的高台凭空浮现 上面各自趴伏着一头形象猙獰的 有黑的怪兽 这四头怪兽形态一般无二 均都是体长十几丈 龙手尸身 方一随高台现身出来 原本紧闭的双目一睁而开 同时站立起来 羊手发出类似虎啸的句吼 银刚子一见这四头黑兽 当即惊喜交价 黑泥兽 竟然一下还是四头 命雄啊 你瞒我们瞒得好苦啊 有他们相助的话 此战取胜不在话下了 巫灵夫人等其他人 脸上也现出大喜过望的神色 这黑泥兽啊 可是在诸多强大真灵当中 排名接近天龙真凤 这等等级存在的上位真灵 就算和各系麒麟真灵相比 那倒不会逊色到哪去 现在一下出现了四头之多 自然是让所有人信心大增 这些大城强者一见四头黑泥兽 一斗身躯 各自掀起一股黑色的怪风 往血河中一扑而去之后 自然也不加思索 纷纷对光一起 或施展神通 或催动宝物 向下方八条血龙 一迎而去 一时间呢 只见高空中各色霞光 缭绕涌现 血色云雾翻滚不定 爆裂轰鸣之声 响彻整个天空 但那四头黑泥兽 方一扑到血河附近之时 马良只是阴沉的一笑 单手一掐掘 刹那间 血河中阴风一起 血水滚滚一卷而起后 竟一下换作了 四头百丈高的血色巨人 光头无发 身披血红的甲裙 迎着这个黑泥兽啊 举拳就砸 硕大的拳头 尚未真正落下 一股股闻之欲偶的血腥之气 就先一卷而下 四头黑泥兽 嗖的一声 竟同时躲开了血气的缠绕 并顺一般地出现在 血色巨人的背后处 前肢只是轻轻一挥 长长的黑色韧芒 一闪而逝 四颗巨大的头颅 立刻滚落而下 这些黑泥兽 则丝毫停留没有 身躯再一扭 就要一头冲进血河当中去 但是就在此时 突然一个冷冷的震子 从马良的嘴里传出 四头黑泥兽 当即只觉得 头颅中 嗡的一声轰鸣 身形不觉的位置一缓 扑扑声一响 十几条血色触手 出其不意地 从后方一抽而来 闪电般地 正好击在四头黑泥兽的身上 四兽只来得及一声低鸣 浑身黑气 就一下子击散大半地 被抽出数十杖去 同时身上一下滚滚血焰 燃烧而起 下一刻 滚滚血焰中怒吼声大起 四道黑色飓风冲天而起 把所有的血焰一卷而飞 从中走出了四头体型 比先前巨大数倍的黑色巨兽 而这个时候 在巨兽后方不远处 那四头原本应该被击杀的 血色巨人呢 竟头颅完好的 仍站立在原处 但是从背后处不知何时 生出了一根根 狂舞不定的血色触手 并用毫无感情的眼珠子 盯着四头黑色巨兽 四头巨兽呼望一眼 同时大嘴一张 密密麻麻的黑幽幽的锋刃 顿时如暴雨般狂涌而出 铺天盖地地 向着血色巨人积涉而去 这些黑色锋刃明显和普通的锋刃呢 大不一样 不但在鸡舍之时忽隐忽现 仿佛幽灵一般 更是一盏到血色巨人身上的时候 只是黑光一闪 凭空和大块的血肉 同时消融不见 而四兽本身也骤然一个模糊 庞大身躯 紧随着锋刃飞扑而出 前肢在一挥动之时 顿时一道道黑色的寒光 凭空一展而下 血色巨人毫不畏惧的 两只大手往前方一抓而去 滚滚血气一卷而出 同时背后的血色触手 也在狂舞当中化为了血目 一迎而上 虽然这几只血色巨人 瞬间就伤痕累累 明显不是黑泥兽的对手 但是胜在拥有不死之身 无论身躯被撕裂 割开何等程度 在后面血河滚滚一卷之后 就会立刻恢复如初 四头黑泥兽纵然大战上风 但是也对巨人放出的触手 有几分畏惧之意 双方竟一时僵持在那了 杨璐见此情形 向马良恭敬地说道 主任 我也去助一臂之力吧 这些黑泥兽虽然难缠 属下却正好知道 他们一些弱点 不用 这四头血灵 刚刚炼成没有多久 让他们多多与人交手 并没有什么坏处 倒是你 我另有要事让你去做的 主任尽管吩咐 我刚才已经暗中施法 观察过这法阵 应该有两处阵言 你去将其中一处给我破去 只要阵言一破 我就无需将大半法力 用来抵制法阵禁止 可以施展霹雳手段 把对方一网打尽了 遵命 属下立刻去做 但不知 另一处阵言的主人 要该如何对付呢 杨璐略以迟疑又问道 马良脸色一沉 哼了一声说道 你只要做好你该做的事就行了 至于另一处阵言 就不用多操心了 是 属下多嘴 望主人不要怪嘴 我马上就去把那处阵言破掉 慢着 我还有两样东西交给你 话音刚落 马良抬手冲着高空一招 顿时 那柄笼罩血河的聚伞上 光霞一卷 分出一团清光 激射而下 一个闪动之后 化作另一把数寸长的 迷你小伞 另一只手掌用手指 往眉宇间一点 一颗晶莹圆珠 一涌而出 接着 这一念珠 由我刚才感应到的阵言所在 带上它 就可以让你准确地找到位置了 我还可以随时知道你那边的情形 而这个清顿伞分身 可以隔绝法阵禁止对你的约束 不过时间有限 你最好快去快回 主任放心吧 属下不会让你失望的 杨璐把两屋一接 凝重地说道 随之把这小伞往身前一抛 直接化作一片青色光幕 笼罩住全身 再用神念往圆珠中一扫 就地一滚 出现了露手雄身的圆形 接着破空声一响啊 这巨兽就冲出了血河 一头扎进了某个方向的巨帆之中 霞光一卷就此不见了踪影 马良见杨璐远去 这才袖子一抖 从中飞出一个赤红色的玉霞来 一根手指冲起一点 砰的一声 霞盖一打而开 从中漂浮着一个贴着数张金色浮露的赤红色的小人 这小人看似不过半尺高大 赤红长发面带一张鬼脸面具 但双目紧闭 浑身遍布一道道赤红的灵纹 隐约透出丝丝红芒 马良看着这个小人 脸上首次献出一丝凝重之色 但是手中动作却没丝毫迟疑 单手法掘一掐 抬手打出一道银芒去 银芒一闪即逝 没入赤红小人的体内不见了踪影 下一刻赤红小人身上的金色浮露 当即无声的禁树飘落而下 而鬼脸上闭着的双目也徐徐地睁开 露出了一对目然无神的红精 马良二话不说 梅雨间法力一催 又一颗意念珠浮现而出 手指一弹之后将其打入小人体内 马良盯着小人的眼睛 一次次地说道 去吧 把另一处阵眼毁掉 谁要阻拦的话 就杀了他 赤红小人双目 红光微微一闪 就身躯一栋腾空而起 在空中一个盘旋之后 化作一道赤红长红 破空而走了 外面的法则之力竟似乎对其 丝毫作用没有一般 圆月之上 负责主持大局并未参加攻击的明尊 一看到这些情形 脸色微微一变 但略以思量 冲着旁边因为元气大损 同样未曾出手的六翼说道 六翼道友 看来对方已经发现了阵眼所在 虽然已经派了韩道友 和云淡月书兄妹去镇守阵眼 但为了万一起见 道友还是过去挡上一挡 尽量拖延他们 接近阵眼的时间吧 六翼同样看到刚才那一幕 两眼一翻地说道 明兄 你以为以我现在这般状态 还有办法拖得住他们吗 放心 老夫自然不会让道友硬碰硬的 我这里有一面玄天残宝炼制的阵盘 道友只要寄出此宝 就可以把对方困住一段时间 若是对方破宝而出的话 道友尽管从容退去就是了 六翼略以思量 有些勉强地点点头 若是只跑腿的话 倒是无所谓的事 好 你把那阵盘拿出来 若是真有困敌功效的话 我倒是可以走上一次的 今天呢就讲到这里 下一集中 桑子将继续为您播讲 凡人修仙传 祝福音乐 祝福音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